都脱光以后呢 发的最奇怪是他的脚 左脚呢又是六个脚趾 从正面看好像没有 就说是太监木 北京石井山意外挖出伟小宝墓葬 当专家打开盖板之后 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 里面居然躺着一具清朝不服难干尸 这也把单小的考古队员吓了一条 然而让专家感到十分不可思议的事 这具难干尸身穿清朝龙袍 却梳着明朝的发迹 正当所有人感到疑惑之际 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画面出现了 只见在棺材盖板上明明刻着四品文官 而难干尸的龙袍里面 就穿着一品五官的朝服 从观头上显示他这一品四品的文官 跟他的衣服呢完全是对不上 这也是非常奇怪的 四品文官呢他关头是提着 但是说里边睡着呢是一个一品的五官 此时一位专家高呼 伟小宝的墓葬被我们找到了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呢 为何会身穿龙袍下葬 难道真的是钱敖拜的伟小宝吗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季带你揭秘石井山大墓之谜 2006年5月 北京市石井山区的一处建筑工地 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地基挖掘 就在挖掘进行到三四米深的时候 工人们突然发现 土壤里开始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白色 还没等工人们看清 挖掘机挖斗就被一个硬物挡住了 当工人们扒开浮土以后 一口硕大的棺材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经过一个小时的挖掘 一口蓄红色的棺骨被抬了出来 此时围棺的人群中 一名工人动了外心思 找了铁锹 想要撬开棺材 一探究竟 然而这口棺材无论从坚固程度 还是密封程度 都让他们始料未及 可是这也更加激起了工人的好奇心 棺材里究竟埋葬着何等人物 重重保护之中 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三五个胆子大的工人想要撬开棺材 但是任凭他们怎么使劲都是徒劳 最后他们借助挖掘机的力量 终于将棺材盖板打开 然而棺材刚刚打开 一股刺鼻的味道就扑面而来 等到众人凑近观看之后 直接被吓得瘫软在了地上 只见里面躺着一具身穿古代服装的不符干尸 虽然已经历经几百年的地下埋葬 但是干尸依旧没有腐烂 就连五官都清晰可见 然而在棺材之中 还有各式各样的金银珠宝 散发着耀眼的光泽 工人看了以后两眼发光 立即将所有西式珍宝洗劫一空 并且相约谁也不能将此事透露出去 随后他们不慌不忙地将尸体重新装回棺材 埋在原处 然而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没过几天 这些人全部被公安机关逮捕 随后 高谷队立即赶往发现墓葬的现场 很快便找到了埋葬布府干尸的地方 再次将棺果挖了出来 根据干尸的穿着来看 专家断定 墓主人应该是清朝人 然而让专家感到疑惑的是 干尸一般在西北地区十分常见 因为气候的原因 不用做太多防腐措施 就能很好地保存干尸 而在北方地区 由于气候问题 干尸能出现是极其不容易的 随后 考古队员还在盖板上发现了 十几个血红色的字迹 黄青告授中县大夫 卓皇公之灵酒 这也让专家十分震惊 中县大夫可是朝廷响当当的四品文官 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 然而在随后的发掘中 这个中县大夫 却给我们带来了十分诡异的谜团 都脱光以后呢 发的最奇怪的他的脚 左脚那个是六个脚趾 从正面看好像没有 就说是太监墓 北京石井山挖出伟小宝墓葬 打开棺材盖板 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 里面居然躺着一具清朝不服难干尸 只见他身着清朝龙袍 却竖着明朝的发迹 在棺材盖板上明明写着四品文官 但是龙袍里却穿着一品五官的朝服 从观众问来显示 他是一个四品的文官 跟他的衣服呢完全是对不上 说这个也是非常奇怪的 四品文官呢 他关头是提着 但是说里边睡着呢 是一个一品的五官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不是伟小宝呢 我们都知道 康熙十分的喜欢伟小宝 他不但帮助康熙除掉了敖拜 并且多次冒死的保护康熙 这也使得他成为了皇帝的大红人 担任过清朝的文官五官 五官曾担任过服允大将军 文官则是当过钦差大臣 最后更是被康熙封为一等陆顶宫 如果按照官刑来说 伟小宝可谓是一品到四品都担任过 但是毕竟伟小宝是金庸小说里的人物 专家又凭什么说 这句清朝南干尸就是他呢 首先专家分析了棺材盖板上的血红色的字 皇清告授中宪大夫 卓武皇宫之灵鹫 皇清告授指的就是 皇帝亲自颁发的荣誉证书 亲自授予的荣誉称号 其中皇清指的就是清朝 中宪大夫这个称号在宋代以前就有过 宋代之后就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官衔 这也说明了 墓主人生前曾经是一名清朝的四品文官 然而当专家仔细观察干尸的时候 让人始料未及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干尸里面的衣服上 出现了龙的图案 有点紫色 深紫色的 然后关键是我看着 下边绣着是海水江牙 上边是光带送了一条龙 我们就没有敢再打开 看到这之后 我们当时就感到挺震惊的了 在清朝那个封建社会 龙就是皇家的标志 皇帝自称真龙天子 后代被称为龙子龙孙 穿的衣服也被称为龙袍 其他人如果敢穿带龙的衣服 不但会遭到杀身之祸 而且还会株连九族 因此 男士衣物上隐约露出的龙形图案 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当时我们认为是龙袍 当时就说赶紧就没再动 就赶紧就是找塑料布 给他包围起来之后 整体给他牵出来 这一让专家开始怀疑牧主人的身份 一个四品文官中线大夫 怎么会穿着龙袍下葬呢 为了解开这些谜底 专家翻阅了大量的清代史料 有名有姓 但是清史上查不出来这个人 我觉得像是在掩盖自己的一种什么身份 为了避免干尸和身上的纺织品遭受破坏 专家商议决定 将干尸整体迁移到博物馆的恒文实验室 再进行下一步的清理和保护 干尸虽然没有腐烂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 干尸里渗出尸液沾满了衣物 不但散发着十分刺鼻的气味 而且还将衣物粘连在一起 这也给随后的清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干尸的四肢十分僵硬 如果想将衣物完整地剥落下来 就必须先将尸体整体翻过来 让他面朝下从后面慢慢不理 然而当专家将干尸翻过来之后 让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 干尸的头上居然不是清朝独有的辫子 而是梳着明朝的发迹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都知道满清八旗入关之后 为了更好的统治中原地区 就立下了一条法律 那就是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 在之后的数百年间 不管是当今皇上还是平民百姓 统统留着辫子头 如果不留会被当成反贼 株连九族 那么牧主人到底是谁 怎么可能有如此大的胆子 居然敢输着明朝的发迹 有这种做法的人一般都是死罪 就是说哪怕说一句这样的话都可能死罪 在顺着朝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有名大臣叫陈明夏 还是内阁大学士级别很高 他曾经跟人聊天的时候说 跟其他大臣聊天的时候说 这也让所有人感到十分疑惑 棺杆上明明记载牧主人是清朝人 怎么头发变成了明朝的发迹 难道棺杆上面的记载是错误的 牧主人是明朝人 然而就在考古队员对发迹进行清理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几枚铜钱 铜钱是康熙通宝 这也证实了牧主人的的确确是清朝的官员 后来我们清理当中呢 从底下挖之后就是说这个 清除了一些这个铜钱 清晰的时候都是康熙通宝 没有别的钱 所以我们初步定的方式也是 就是康熙面见的 牧主人究竟是谁 怎么可能在清朝那个封建王朝 输着明朝发迹 都脱光以后呢 发的最奇怪是他的脚 左脚呢 又是六个脚趾 从正面看好像没有 就说是太监墓 北京石井山挖出尾小宝墓葬 打开棺材盖完以后 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 里面居然躺着一具身着龙袍的不服男干尸 并且这具干尸身着清朝龙袍 却梳着明朝发迹 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要掉脑袋的 那么牧主人到底是谁 真的会是康熙身边的大红人尾小宝吗 经历工作还在继续 当考古队员将干尸身上覆盖龙袍 剥离之后 却再次的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 摆上边的一些陪葬物和盖着的被子 拿开以后 就看他穿着一件一品五官的巢服 清代的文官五官的区别 主要在他身上所配的那个补子 他那补子呢是麒麟 所以看着一品五官 补子是封在官服上的一块方形织锦 它是区分不同官职的重要标志 不同的品级所绣上去的图案 都有严格的区分 按照当时清朝的制度 补服上绣飞禽的是文官 绣走兽的则是五官 四品文官的补服上面应该绣鸳鸯 而补服上出现麒麟的则是一品五官的象征 从关头上显示它是一品的文官 跟它的衣服完全是对不上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奇怪的 四品文官的关头是提着 但是说里边睡着的是一个一品的五官 所以这个木就做起来 反正有好多个都让你想得到的 就是跟咱们一般的常理的认识 一般的是不一样 谜团越来越多 明明是四品文官 外衣却身着龙袍 内衬还穿着一品五官的服饰 就连头发都梳成明朝发迹 母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能享有如此高贵的待遇 但是这些问题容不得考古队员思考 他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抢救纺织品 因为纺织品属于有机制文物 在文物当中是最脆弱的 最容易腐败养化的一种文物 所以在清理的过程中专家也是格外小心 如果稍有不慎 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时明定灵的发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当时我国的文物保护技术十分落后 墓中几乎所有的纺织物都没有逃过氧化的结果 最后瞬间灰飞烟灭 从珍贵的文物变成一堆残渣 明定灵的考古发掘也是 郭墨若考古生涯中最失败的一次 也是最后悔的一次 此时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清理着纺织品 甚至还不能戴手套 因为皮肤有一定的触感 如果戴上手套就感受不到玻璃的强度 稍有不慎就可能撕裂纺织品 所以考古队员只能忍受着 尸体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 格外小心的清理干湿身上的衣物 经过长达几个小时的玻璃 那件人们期待已久的龙袍 终于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第一件是补服 然后脱掉这第一件之后 发现它里头穿的是一个 就是龙袍式的礼服 从那个龙袍整个是绣的那弓 和那个它那荷包用的那弓 那是极简介的 最后衣物被一件一件的剥落了下来 但是感湿裸体呈现在人们眼前时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只见感湿的下体空空如也 居然没有男性该有的生殖器 难不成墓主人是个太监 从正面看好像没有 就说是太监墓 看到这里有一位专家提出了大胆的猜测 墓主人会不会是伟小宝 太监的身份身穿龙袍下葬 生前担任过一品到四品的官职 还和明朝小朝廷有着很大的联系 因而身上有着反清复明的使命 跟康熙混成了兄弟 脑袋上留着明朝的发迹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不是伟小宝 由于本期视频有点长 一共分为两期 下期为大家揭秘 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任何人以上这么并不足